帅气男嘉宾得到密室女嘉宾一致好评 你的穿着感尽力作 是你喜欢的样子 对 精神 阳光 男嘉宾经历了啥 他是因为爱才能这样 另外他不想家里边闹得鸡杯狗跳 如此优秀的男嘉宾今天能否牵手成功 我那么想他 楼里你是你的楼 我是我的 这演成的 这咱俩不回 更多精彩竟在本期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辽省地区 唯一一档中老年乡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亲为您寻找幸福的主持人萱萱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嗨 大家好 长腔之才能不相宜 不相宜才能长相知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你的朋友瑞来 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一切美好都是源于一颗感恩善良的心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文文 来认识一下我们密室里边的嘉宾 欢迎一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沈阳来的黄秀云 你全心全心爱我 我就是你寻找的人 来认识一下二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开源的王亚勇 在婚的时候 而你都同意 这样才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三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萍 有责任心 有担当的男士 是我最好的选择 欢迎我们的四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萍杰 一个人的生活叫快乐 两个人的生活叫幸福 我喜欢养生 你呢 喜欢吗 来认识一下五号女嘉宾 您好 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士 也懂得健康 我想找的一半是和我志同道合的 有责任心 有担当的 有房子的 不抽烟 不喝酒的男士 咱们阿姨们经常跟我说 说再婚的时候 要找的那位男士呢 可能他不一定有多帅气 多英俊 也不一定有多么的富有 但一定要有一颗 陪他到老的心 并且要有责任感 那这样的男人呢 到底多不多 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就可以直接地展现给您看 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 这位男嘉宾啊 就是一位这样的人 那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认识一下他 哇 刺瓦巴 天啊 十重千里啊 这是电影演员吗 这是谁心目当中的英雄啊 这感觉反正就是像英雄啊 对 但是你会发现 他整个那个架势和气势 你会发现 哎呀 一定是胸怀千里啊 这样的人 对啊 毫无违和感啊 对 特别棒 人说啊 面有心胜 他体现出来了一副 非常有责任心 非常有英雄气概 这样一个状态啊 本人做事生活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来 有请我们今天的男嘉宾登场 中文的真心换来你的未来 我是辽宁铁领的 我叫卫星连 今年68岁 是大马 对啊 是真家的 大马是我借来的 借来的 那是不景照还是真马 不景照 不景 为什么要照那样一个照片 那还是我26岁那年 在沈阳上班前 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感觉清澄活力 对 对 是挺好的 感觉挺阳光的 挺有活力 来了 咱不多说了 更多了解一下 我们男嘉宾生活当中 怎么样 16881号男嘉宾魏先生 68岁 铁领人 丧偶 退休 孩子已独立 大半辈子都为了两家户口 以后我想为自己活一次 大家好 我是铁领魏星连 今年68岁 我虽然是个农民 但这辈子不光送地 干过很多活 年轻时候我在沈阳 干过瓦奖 电汉 安全员 后来被父母 把我叫回家种地 一边种地 我还包一点建筑活干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了 我娶妻生子 两孩子初见长大 都很争气 默默我在心里排算 两个孩子上学费用该怎么解决 我和我老伴决定 我们把地包出去 我们俩在沈阳卖菜 直到两孩子都毕业了 他们不让我们俩辛苦在干了 我们俩才回到农村生活 这一辈子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赚钱身上 一个为生活忙碌的人 也真是没有时间做别的 但我还有一个爱好 现在已经纳入我人生规划 那就是旅游 最近我规划了一条旅游线路 我从沈阳坐飞机到北京 旅游个遍 然后我再从北京到青岛 青岛旅游完事 我坐轮船回到大连 从大连坐动车回家 现在就缺少一个陪伴我的人 希望今天找到合适的你 我的性格很温和 肯定能带你很好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我来了 这叫旅游去 线路都准备好了 那个去的车费谁报啊 我报 哪有我的 一切都我报 那问您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就是这俩人得出多长时间 才适合一起出去旅游呢 半年吧 半年 半年之后刚好冬天也过去了 暖花开了 是吧 对 一起去 三感五一 正好是时间 你花开吗 正好 我特别特别惊讶 我说叔叔为什么这么年轻啊 而且瞅着身上也是很有肌肉块的 原来以前也确实吃过很多苦 干过很多工作 我觉得真的啊 叔叔正是因为那些苦活累活 把你锻炼得这么强壮 有力像一个内蒙的汉子一样 只差这个骑着马在草原上奔腾了 但你确实有那个很壮实的感觉 身体特别好 也不像六十八岁的人 真是年轻 好多人都会说你吧 是不是很年轻 确实 咱问问密室女嘉宾啊 有没有人也计划着 要跟她男嘉宾啊 去旅个游 男嘉宾你挺棒的 你挺有正能量的 虽然你是个农民 但是你肯干 你挺阳光 而且把子女抚养的那么好 能够走向正路 能够就是为国家做点事 特别感谢 我应该支持你 谢谢 他爱旅游嘛 我呢有点不太爱旅游 但是我也能随和陪着他旅游 我爱旅游 你看 我看 听到我听到了 有人说他爱旅游的 你好 他比你挺阳光的 阳光 咱们俩的性格 性格爱好挺香香的 我家也是铁领的 我不会说什么 我嘴太笨了 你不笨不笨 这嘴还笨呢 回去一趟车一起走了 一趟车啊 如会我报销啊 哎呀 熟啊 谢谢啊 谢谢男嘉宾 熟这理由就开始了 熟我提醒你 你回去一趟车这话 我们仨谁都可以熟 但你说完之后 密室其他四位女嘉宾 你今天啊 男嘉宾 你好 你的穿着感净利索 嗯 习惯了 是你喜欢的样子 对 精神阳光 啊 荣光幻法 哎哟 我是四号女嘉宾 男嘉宾 你长得很帅气 但是不是那种 就是奶油小生那种 因为你的身体很健壮 男嘉宾你好 哦 呃 刚才啊 听到你的 呃 把自己的情况说了 我听起来 呃 觉得你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士 为什么说啊 你要当安全员 这说明哈 我们不 不论你出生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农村也好 城市也好 我们的 呃 通过你这一说哈 我觉得你这一位男士 特别是要人尊重点 而且把孩子都培养成 这样的国家动量之才 我很欣赏你 谢谢 我们这几位女嘉宾啊 到底谁更适合您 可能您最终的选择 才是最重要的啊 他们也迫切地等着给一个答案啊 男嘉宾会选择谁作为他的第一位约会女嘉宾呢 咱们先进段广告 广告过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男嘉宾会选择谁作为他的第一位心动女嘉宾 因为他俩离法庭 男嘉宾经历了啥 他是因为爱才能这样 另外他不想家里边闹得鸡飞狗跳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马上回来 我们图宝自开张以来 每十年都会有一次大型推广品牌活动 关键是啊 这活动每次都破例给出超低价 这次我们拿出两只公益精美的金玫瑰手镯 两款男女金项链 还有两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件套 提供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打进电话订购 买到的是两只金玫瑰手镯 两条男女金项链 两只男女金戒指 还有两只金玫瑰耳钉 足足八件套 强调目前所有的金店 不是按照国际标准 价格一克320元定价的 但是这是十年才一次的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金价来 八件手势 两颗钻石 真的只要 199圆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为您解答 十年才有这一次打广告的机会 不打电话 您是肯定买不到这么便宜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现在就打电话吧 那你们生人有影响吗 那肯定啊 头三天顾客全都跑到他们店排队去了 咱们店小 那么大的活动 哪搞得起啊 那一直这么下去 你们怎么办 没事 如果一直这么低价 那肯不亏死了 那我跟你说 他们门店活动今天就结束了 以后啊 只是在电视上做活动了 你好啊 我没听错啊 真真问确啊 大哥 那我担心买的不是真心啊 你就让你们精力出来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您稍等 各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美醉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购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穿起时间快快来电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如果您是单身 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4 2318 6789 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爱的选择 今天来到现场 咱们男嘉宾 还是挺招人喜欢的 大家现在对她的热情 都已经爆棚了 那咱说说 你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这么多女人 一起叉叉你 没有 没有啊 哎呀 在今天的聚光灯下 所有的优点 全都放大了 当然在了解的过程当中 也会发现生活当中 可能不如意的地方 不管咋样 咱还是要先往前迈那么一步 选择第一位约会女嘉宾 我们下期见 2号 2号女嘉宾来咱铁岭老乡 有请咱们铁岭老乡登场 我是来自开源的王彦勇 好 欢迎你 人家是在开源的市里 不是市里 农村的 也是农村 我们男嘉宾也是在西风的农村 那这一块的话 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 两个人的生活状态 基本上可以接受的 是吧 可能可以 可以的 什么农村是谁样的 就是地区不厌 这一个人好就行 那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 了解一下咱女嘉宾的生活状态 2006号女嘉宾 王女士65岁 铁岭人丧偶 孩子已独立 大家好 我来自铁岭的开源的王彦勇 我今年65岁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员 久爱种园的 看到园里的一颗颗小苗 感觉生活充满希望 一年四季 我吃的蔬菜几乎都是自己种的 又细一些又好吃 不能种圆子的时候 我大多数时间就在家看电视 偶尔去街里溜达溜达 散散心 隔山岔我就到儿子家去 住个十天半个月的 待够了就回家 我家住在我三年大瓦房 我自己一个人 我觉得太孤单了 我鼓起勇气来到爱的选择 希望能找到一个伴侣 我这个人呢 最大的优点就是过日日踏实 但这可能也是我的缺点 太老实本分了 我没什么负担 两个儿子都结婚独立了 也都支持我找老伴 希望对方的孩子 也支持我们的婚姻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来了 阿姨 我们男嘉宾说了 说这两个人啊 要是牵手了之后半年 可以一起出去旅游 你觉得两个人 这个处了多少时间之后 合适一起出去旅游 你这半年多 出去玩的话 会更好地了解彼此的 这个生活习性啊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的 处理能力啊 脾气秉性啊 我觉得这些会 很好的体现出来 我们男嘉宾 给女嘉宾打个分啊 100分 100分 老香 来 给我们男嘉宾打个分 98分 你这还不舍得呢 不舍得给满分呢 好 来 两位请就座 进入优惠时间 不合适 他俩就从 这个面部上 就是 不合适 你几个孩子 我俩孩子都男孩 你呢 我俩女孩 第一完事了 现在就是打工了 俩工都同意 你在乎吗 现在我可以这么说 我的二人 现在还没下葬呢 还在四平北山 活上寄存呢 嗯 比自己多多年了 今年 快到五年了 四年多了 大姑娘这么提的 她说 你们促行 但是不能定 也不能解 等我妈下葬完事 你们愿意咋办咋办 嗯 为啥不下葬 她活点就是 不让我家买 我她老年半哪买 刚这俩孩子 她活点肯定有毛病 没有 没有说什么回娘家下来 没有 没有那会 那这种局面 会持续多长时间 到 五一吧 男嘉宾啊 就是对于他之前的 那段感情 对他前妻 可能好多事情是 一言难尽啊 我们也通过一段 短片来聊 我就一段婚姻 我们俩过了三四多年 我们偶尔也会争吵 但吵过之后 我总会低头印错 男人嘛 和他吵架 有理没理都是我的错 他不真和我计较 我也掌握哄他的技巧 最主要的态度 诚恳 再说几句好好话 哄哄就好 直到2014年 他被查出肺癌 肝癌 骨癌 并长在他身上 却疼在我心里 我带他去遍了 所有沈阳大医院 我用尽了全力 也只留住了他三年 他走后 每每回到家 一开门 空荡屋子 总叫我心 久久不能平静 这四年多 在忙碌的生活中 我渐渐走出了阴霾 两个女儿都不在辽宁 我不想一个人终老 所以今天来找一个人 陪我过以后的日子 女嘉宾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 我赚的钱都给你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假如到了牵手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愿意离开我这家 没什么牵挂 没什么牵挂 我到别的就上火子了 要是人特别好 特别值得你走的话 会离开吗 那两家都还可以 不行 两头住吧 两头好吧 当旅游了 因为他两人挺近的 舒适这段感情 其实挺是一段佳话的 因为身边的人 都挺羡慕他俩的感情 他俩要记得呢 我气得点累了 那你跟他也不能吵 也不能骂 也不能咋 你咋整个 气得点累 行 我走吧 除外溜着一圈 要不他好饭了回来 好饭了 也不出事 一看有好菜了 他能去买瓶啤酒给他递了 来你喝酒吧 他给你递了瓶啤酒 我给他递了一个瓶 喝了酒就啥都忘了 该咋的咋的 就你俩不管再怎么生气 他肯定还是会给你做饭 对 然后回来之后 你还给他带瓶酒 对 俩儿喝点 落点 对 尤其全台俩不分谁 他是因为爱 才能这样 另外他不想家里边 闹得鸡飞狗跳 像我们男嘉宾这种呢 就被你气哭 你觉得以后你俩相处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事 没有 真的啊 是不是呢 还有什么 可气的 就是导物导物 要我给你气哭了 你咋办呢 不让他咋办 你给我气哭了我咋办 你说的 你就拍拍我揍我一顿 聊了就完事了 他揍你一顿啊 要他揍我一顿就完事了 你揍他一顿 我们看看 你能使多大劲揍他 这就使劲能有多大的 你看 揍他 这就 你我刚揍了点 这又皮都可怕 他觉得打得不过瓶 你再使点劲啊 阿姨 你给我拳头看看 这就算打完了 解气了 你气哭了 完了就拍拍忽儿就完事了 就解气了 这女人也太温柔了 不是说 就想问你一个事 就是你在婚姻当中 我发现你有一个立场 永远对女人是 一不骂 二不打 然后呢 基本上属于是弱势的方 那你 你不甘心 那又不是每次都是你错 非得 为什么你要受女人这个气啊 不是受气 这是因为爱 我是男人嘛 应该样子点 就不管发生啥事 你都会主动的先示弱 先道歉是吗 对啊 不憋屈 别啥 不憋屈 那我们问问密室女嘉宾啊 看看 当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咱们认为啊 应该谁先道歉 其实家里的事吧 清官难断家屋 是谁也说不清楚 就是说是刚开始 男嘉宾所说那些话吧 我想他说的是对的 因为应啥呢 家不是江里的地方 就是说他维持这个家庭 付出自己的一切 其实我要为他点赞 你觉得哭啊 忍让也是一种不容易 是男人的一种坚强 对吧 对 就是这种哭气 好像要比动手打媳妇 来得更硬气一些 看起来更爷们一些 因为我自己这么认为啊 因为他的妻子 有点情侶化 因为情侶化 就波动的范围 谁也想不到的 想不到 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对对对所以说呢 男人就是为了可以说 引气吞声吧 委屈求全 为了这家庭 为了家庭和睦不拆散 所以说男人满肚子都是话 不知道倒给谁说 真是那回事 是那回事 对他这妻子 那是简直是 就是太爱了 那就是实实处处 都为他着想 所以呢 他就是在他们两个 有矛盾的时候 想吵架的时候 他就不能跟他吵 在哪里他就想了 你说要是想好好过 那就是自己退一步 忍着点 那你说打又不能打 骂又不能骂 那心里边 有点太难受了 就掉两个眼泪吧 这个无所谓 这说明这个男人 太大度了 太有男人的样子了 所以我是想说 我就是 我这个人 就是爱卫别人抄心 我就想说 我劝那个二号女嘉宾 这样的男人 值得你珍惜 两个人如果说 要是产生矛盾了 你也不高兴了 他也不高兴了 你会先去承认错误吗 还是说 等着他来找你低头 都是 我家那儿先说 你家那个先来找你 没咋吵过架 怎么嫁呀 没咋吵过架 你看他那个状态 就是感情 对很温柔 而且你说最大的脾气 就是像拍个蚊子似的 是拍拍婚 男嘉宾说衣服都没动的 对 你看他小动物 刚才打我一下 我先给我 送送上一医护 婚姻生活当中 一定是两个人会争吵的 如果没有争吵的话 这个婚姻也进行不下去 但是争吵了 谁先说话了 这个的确是 有这样一种说法 最先说话的那个人 一定是对婚姻负责任的人 心疼于对方的那个人 所以他才不忍心 让对方难受 然后把自己的 这样一种哄人也好 还是先道歉也好 把自己的这种态度 先表达出来 好 我们女嘉宾 现在整个表达出来的 这种状态 感觉是在婚姻生活当中 感情状态当中 没有受到过什么伤害的 平平静静 甜甜蜜蜜的 过完之前的那段感情生活 那以前的日子 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走进她的情感世界 女嘉宾有着 怎样的感情经历 你之后出的那段感情 那个叔叔 最后跟你渐行渐远 他的理由是 好像你总管她要钱 对 她就是怕我管她要钱 有这真有这事吗 真 确实是 你自己的身世 没有底线 这是第一 第二 儿女不同意 你为什么继续 不要走开 广告很短 稍后更精彩 我们图宝自开张以来 每十年都会有一次 大型推广品牌活动 关键是 这活动每次都破例 给出超低项 这次我们拿出两只 公益精美的金玫瑰手镯 两款男女金项链 还有两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件套 提供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打进电话订购 买到的是 两只金玫瑰手镯 两条男女金项链 两只男女金戒指 还有两只金玫瑰耳钉 足足八件套 强调目前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国际标准 价格一克320元定价的 但是 这是十年才一次的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金架来 八件手势 两颗钻石 真的只要 199圈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为您解答 十年才有这一次 打广告的机会 不打电话 您是肯定买不到 这么便宜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 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人知道 我们的品牌 现在就打电话吧 那你们身上有影响吗 那肯定啊 头三天 顾客全都跑到 他们店排队去了 咱们店小 那么大的活动 哪搞得起啊 那一直这么下去 你们怎么办 没事 如果一直这么低价 那肯不亏死了 那我跟你说 他们门店活动 今天就结束了 以后啊 只是在电视上做活动了 你好啊 我没听错啊 先这么去啊 大哥 那我担心买的不是真金啊 应该让你们精力出来 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您稍等 各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美醉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购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传奇事件 快快来电 感觉是在婚姻生活当中 感情状态当中 没有受到过什么伤害的 平平静静 甜甜蜜蜜的 过完之前的那段感情生活 那以前的日子 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走进他的这段视频 我有两段感情 第一段就是孩子的爸爸 我们俩从来不吵架 平平淡淡地过了大半辈子 没想到 十一年之前 他得了肺解核 我照顾了他三个多月 毫不容易接受了他的得病的事实 到了他该去医院检查他的日子 因为家里还养着猪 我就没陪着他去 我怎么也想不到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到医院检查完 孩子说检查结果挺好 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他就不行了 接到这个消息 当时感觉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的天塌了 刚开始那几年 我是天天想 想想就哭 孩子怕我哭外了 孩子又劝我说 妈你别哭了 你再哭坏了 我还招妞 你怎么办 我们就不能上班了 我想想孩子说的也对 我帮不上他们 也不能给他们天赋胆 从这个时候起 我强迫自己走出来 鼻子自己笑 给自己找事干 我找个保姆的活 这个护主是个老大哥 他比我大六岁 我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他也很关心我 每天就我们两个在一起生活 渐渐产生了感情 我们确定了过一之后 就去我们家生活了 他的孩子到了 不足以我们在一起 他又去渐渐疏远我了 所以我现在再找 一定要找个孩子同意的 性格好点的 有演员的 最好工资能拿出来过日的人 你如果没房子 可以住到我那儿 男嘉宾你会是这个人吗 他刚才也是说 就是那个我儿女不能反对 都能同意 他俩姑娘一个儿子 我们俩姑娘都不同意 儿子就更不同意了 他们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 让他找一个有 他儿子一直要找的话 找个城里的有工资的 不找农村的 那意思是因为 你花了他家工资了 意思就怕他爸的工资吧 就是给我花 都让我都给我 等他爸没了点吧 就一直说这 就是他那个 他爸的钱没有了 就那个意思 怕他们这个啥也闹不着了 全都给你了 对对 实际上那个老头是啥意思呢 那个 他先头吧 所以刚开始了 他挺满意 他说他姑娘都能同意 完了给我那个 反应那下就是 刚开始是保护 儿女刚才找的就是保护 你没有权力 没有地位 完全还说的 那要同意的话 妈要是同意 跟着老头的处的话 那就处着 他要给他做伴 还那个省着咱们垫着 有啥事啥的 省着垫着 就这么我们又处了一阶段 就最终是因为 他家的子女不同意老人走了 他家的同意 你不同意 一点都不同意 但是姨我怎么听说 你之后处的那段感情 那个叔叔 最后跟你渐行渐远 他的理由是 好像你总管他要钱 对他就是怕我管他要钱 主要是 真有这事吗 真确实是 你真管要多钱 对啊 那姨刚开始 我说你大概你一月给我个 七八百块钱 一月也行 你可钱花 我说你 这七八百块钱 你是想要干什么花 我说你得给我的安全感 我说你一点钱 不给我可钱花 明明要是建议处 这乱七八糟 我也不是吃不起 就是说现在来讲 你要是找一个 全天候的保姆 每个月还得给人三四千的 那是最少的了 你何况他这个 你找的这个女伴 他又尽到保姆的那种责任 然后还得尽到妻子的责任 你说你得给他多钱 这个是无法衡量的 刚开始我觉得他给我点钱 就连做个伴啥的来着 也可以了 但是他就是舍不得给这笔 给点钱 你跟他有感情了 他反倒跟你没感情了 他就跟你俩算小账了 他那也挺舍不得我的 他说你这人挺好 这再找一找 我这段人 他说你这性格好 他说 他早一言语之间 再找也不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到那买东西 到那就买的 完了他 但是他听他 他家还话呀 听他家还话 他本身又没有爱 本身他就不看 没没看这女家 满摊儿女的部落半路夫妻 你还得考虑这个 而且再好他离得远 如果说你想明白了 也切切实实地能把他的保障给做到了 这样的话 他也踏实 你也踏实 但如果说真的就想是请个免费保姆 你是我的保姆 我给你钱 你成为我媳妇 我就可以不给你钱了 要这个角度去找一个老伴的话 我们真的是还是比较反对的 那你到底是拿这个女人 当成一个情感的陪伴呢 一个晚年的支撑 还是把她当成一个工具人呢 这个我们还是挺不支持的 这点值当自己的位置 对 那咱男嘉宾你觉得呢 应该是应该 但是我不能那么办 我就把钱交给你 一年收入多少 全算四万五千来块钱吧 我工资能达到两万多 梁子能对我两万多 在家打工呢 现在活少呢 对我五千六千 什么工资要工资啊 我社保 社保啊 一月开一千七百多块钱 我还工作 我参加一个重大疾病保险 我是这么想的 未来两年能够越出越近 以后呢 生活后半生都乐呵的 那我就把工资把交给你 打工钱我交给你 全都交代了 我全都交给你 我就去一个琢磨挣钱 你要说溜达我就陪你溜达 你要说有活呢 我就可以干点活 你这一年四万多 一个女的 你不给你点权力 就到你那儿了 当保姆呢是干啥呢 但你这一年四万多也输啊 你都要往上交啊 都交啊 都交生活 那还能说女的 我拿一千 你拿一千 但这一千花了呢 你拿不完这一千呢 我没有 那我拿 那因为越走又掰了嘛 就没有啥感情的 是一个非常担当的男人 咱女的 你要这么一交呢 一个下来咱们就 就不考虑什么钱不钱的 咱男嘉宾说的这个 工作板给你 你到时候你去取决到院 我就不管了 工资卡都给你 每月你去取决 那还不行吗 那可以 满意 非常满意 那到我那帮人 到我家去 这会多 就想让他那去 那可以 哪都行 我地区无限 你俩也不远 到那哪次讲 来来听听秘诗女嘉宾要说啥 刚才讨论这个问题呢 我想就是 保姆就是保姆 你自己愿意升级 那是你自己的事 跟别人不挨着 这是一 二呢 这个男人男士不喜欢你 如果他真正需要你的时候 儿女 任何人阻挡不了的 他还是不喜欢你 你自己的身世没有底线 这是第一 第二 儿女不同意 你为什么继续 这是另一方面 再一方面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对这问题怎么想的 就得撤回去 那你还钱还不给你 儿女还不同意 那你还搁里头干嘛 我儿女同意 说你妈不给钱不给钱不给钱 他就 可想话给你做伴 省着我垫着 心疼吗 和你妈妈 为了爱情 这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姐姐没有经济固定的收入来源 所以她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些事情 可能是这样的话 大家觉得有一定对她 可能有一些 不是特别理解的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正是因为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所以致使她可能会想到一些后话 因为保姆是身体力强的时候可以做 但是妻子年老体衰了 卧病在床了 她也是妻子 她是需要对方有责任和义务来照顾她 但是保姆是不存在的 所以二号姐姐也是需要 能够找到一个内心的一种 依靠一个经济的保障 这无可厚非 对 两个人还有什么要问对方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来 请 这女的挺好事 这女的挺好事 那适不适合对方 还得冷静思考一下 好吗 好 来 这边请 这个男人挺好 合计合计 第二位女嘉宾选谁 咱们先进段广告 广告过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男嘉宾会选择谁 关键是啊 这活动每次都破例给出超低价 这次我们拿出两只 公益精美的金玫瑰手镯 两款男女金项链 还有两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件套 提供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打进电话订购 凡是现在打进电话的观众 199元 199元 是199元 就能买到六件黄金首饰 而且男款项链和戒指的中间 都相有一颗钻石 戴上去 气度非凡 你好啊 你能让你们精力出来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您稍等 这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美醉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购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我们这十年才做一次的活动 就是让很多人购买 才能达到广告的效果 为了鼓励大家 现在打进电话 跌价订购钻石金手势 只要你拨打我们的电话 随便问一个问题 我们就再多两只 是两只金玫瑰耳钉 您现在199元 买到的是 两只金玫瑰手镯 两条男女金项链 两只男女金戒指 还有两只金玫瑰耳钉 足足八件套 强调目前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国地标准 价格一克320元定价的 但是 这是十年才一次的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金下来 八件手势 两颗钻石 真的只要199元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为您解答 十年才有这一次 打广告的机会 不打电话 您是肯定买不到 这么便宜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 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人知道 我们的品牌 现在就打电话吧 那你们身上有影响吗 那肯定啊 头三天顾客全都跑到他们店排队去了 咱们店小 那么大的活动 哪搞得起啊 那一直这么下去 你们怎么办 没事 如果一直这么低价 那肯不亏死了 都跟你说 他们门店活动今天就结束了 以后啊 只要在电视上做活动了 你好啊 我没听错啊 听听问去啊 大哥 那我担心买的不是真金啊 你就让你们精力出来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您稍等 各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美醉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购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春节时间 快快来电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第二位女嘉宾选谁了 一号 倒着来呢 二一 一号女嘉宾 来 咱们有请一号女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是沈阳的黄学云 爱的选择 我来了 好 欢迎您 刚才密室里面说话 七里咖喱的那位是您的吧 不是吧 我怎么感觉是呢 对呀 这和这长相 这也不像是一个人啊 这长得特别和人 是 不可知 他不知道这形式 他是他那老爸 所以 你是分析事情的时候 那是头头是道 逻辑性特别强 那你要是喜欢一个人 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是夸他 说你喜欢他 你是不是也能说得头头是道 对呀 对 那得怎么说 比例来讲 就是说我要爱这个先生的话 先生 这先生他爱你了 好吧 你想吃啥呀 晚上 我想吃面条 可以 什么面呢 白面呢 清水画面呢 也可以吧 面有好多种啊 好听呗 挺好听 你像比例来说 我们要是在东北的话 有过水面 有打卤面 还有榨酱面 要到外远方一走点 还有铺盖面 那是东北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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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会做吗 可以 天哪 可以 阿姨全都会做呀 对呀 像真正是啥 关键有一点 你没发现吗 一般喜欢家里边过日子 就是先叫老伴 你爱吃啥 完了就过来 这样说了 他是一直挽着胳膊 从头说到尾 你这个面条准备主 不知道 反正我是沾身上了 男同志嘛 首先就是说是 为家付出 女同志得知道他付出 就是你心里边知道 感恩他 才能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 那你怎么对他 他也能够感应得到 就是这个意思 你对他好 人家才能给你下面条 说话挺好 这个银 个方的 挺好 咱看看那女嘉宾短片吧 好不好 谢谢 来 看一下大红件 18906号女嘉宾黄女士 68岁 沈阳人 丧偶 退休 孩子已独立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黄秀云 今年我66岁 我是一个职性的人 有啥说啥 从来不长的夜子 生活也是简简单单的 除了一日三餐 就是找朋友一起溜达溜达 虽然爱溜达 但却不喜欢旅游 感觉外边再好 也不如家里问心 但如果对方喜欢旅游 我可以迁就他 陪着他一起晒晒心 我觉得看看外边的世界 到大自然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还是非常有利于健康的 我就是注重养生的人 更没有不良嗜好 都说抓男人的心 得抓住男人的胃 我做饭特别好吃 最擅长的就是面食 感觉做出来 各式各样的面食 就像一个个作品 看到自己都赏心悦目的 但我就不吃炸锅菜 因为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太健康 看出来了吧 我这个人呢 爱正分明 而且是一个直性的人 同样 我希望今天能找到一位 也没有不良爱好的男士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阿姨就有一个治理 自己的一个治理名言 就是抓住你的心 先抓住你的胃 把你胃抓住了 叔叔能不能抓住你的心 那能 那体定能 那要光抓住你的胃的话 你那心能不能跟着来 那心也可能抓不住吧 这心抓不住 还得是喜欢这人 他做啥就都好吃了 对 你要不喜欢这人 你愿意给他做饭吗 不喜欢这人 字不同了 道不合 就没有话在一起了 还得是感情放在第一位 其他的才往后谈 对 100分满分 给我们女嘉宾打多少分 100 100分 谢谢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多少分 上不封顶 上不封顶啊 那醒来的你们就坐吧 来吧 这个男人很聪明 这个男人 他知道怎么样 去处理家庭这个问题 对对对 我就一个孩子 女孩 女孩 他在四十块已经都撑架了 那你的上偶是离的 上偶的 上偶的 我也上偶的 听说了刚才 听说了 我俩女孩 是挺好 北京一个长春一个 都不用管了 各有各的理想的工作 那挺好 那你生活怎么安排 我生活安排 我刚才也是跟那一号 我也跟二号我也那么说的 就是能牵手了 我公司本交给你 我打工的钱都交给你 我不能说咱俩你拿一千我拿一千 咱俩做生活 我家太累了 为钱太累了 俩下整了 搞一起了 你就长了花去 反正就俩人生活 多余的呢 你可以攒点 以后 我是那么打算的 就比他 我不是说是非得跟这男家的 就是我跟任何一个伴侣的话 我也是这么想 比说四千的话 我们拿出来一千 三分感冒了 或者有点什么措手不及了 这个钱都用上 拿出一千剩三千嘛 我们 再拿出来一千 这一千块钱我们不准动 这是我们两个养老钱 这两千块钱生活费呢 我们俩足以够化 因为他没有不良嗜好 不抽烟不喝酒 对 阿姨那您现在计划的是 他这四千块钱 那您要不要把钱拿来一起 必须的 他一千多 我两千多就四千多 哎呀 安哥 不嫌弃叔叔少呀 老天爷不给你做主的话 这个钱有用吗 说话长了 他这样安排吧 也对 这哪里说话长了 是 这男的说话长了 这平常了 咱女嘉宾的爱情观和她的价值观 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一个状态啊 可能跟她之前的感情状况是有关系的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走进她的平台世界 我就一段婚姻 我生活很辛苦 平坚夫妻百事矮 但我们却是在贫困的生活中 感情逐渐升温 孩子小的时候 家里是真穷啊 我们两个都在外边辛苦地赚钱 回到家后 他讲的做饭 但我心疼他 从来不让他做 他是男人 在外边已经很辛苦了 家里的事就不想要他操心了 他也很心疼我 即使再穷 他也没苦过我和孩子 他没有倒在江苦奋斗的路上 而是倒在幸福生活里 有了外孙的以后 我们两个就帮着女孩看孩子 他们生活在四川 可能我们喜欢了北方的气候 适应不了南方的生活 他得了一种因潮池引发了疾病 脑梗椎压排鸡水 我带他去很多医院去检查 医院里也结论就是说是 带他到哪医院都是 就是说如果要是手术了 就是下来都是一个职务人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商量了 就这样活一天算一天 我们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地活着 到最后一年多 他瘫痪在床 洗澡干啥都需要我抱着 38年夫妻 只要他在一天 我要尽心尽力照顾好他 他在还是一个我想的家 他叮嘱我他没了 让我不要伤心 不要忽视赖想 尽快找个好人来陪伴我 虽然很难过 但我是一个向前看的人 开朗的性格不允许我消沉 我能好好走完余下的路 也是他的心愿 所以我愿意收拾好心情 重新出发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也不要求对方完美 只要你心里有我 我们两个在一起 能开心快乐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阿姨 您和叔叔一样 都特别长情 也重感情 而且特别有家庭责任感 所以叔叔 您不觉得 您俩其实很有共鸣吗 叔 我跟你讲 你就是要找到爱你的人的话 你就是他的全部 说这话的人是谁呀 就在你身边 对对对 我要喜欢一个人 不是单纯喜欢他自己 而且爱就爱他的全部 您指的这个全部是什么 全部就指他的儿女 哦 儿女 但是我也有一点 特别硬性的要求 如果他的儿女不接受我 他再有就 我不选择他 嗯 叔叔这么大吗 你不去讲究那些 行那就行不行了 就是那些没有那些恶习 他很爱你 他不再有儿女的想法呢 不行 那也不行 不行 那你不可以说 你这么有办法的一个人 你融合一下他儿女 但是你想过没有 先生已经都68岁了 68年的生活习惯 已经都成型了 我为什么要去改变他 首先我累 他愿意吗 你愿意吗 对呀 所以说不能去改变对方 你会不会因为儿女不同意 不喜欢另外一半 跟对方说分手吧 只要我喜欢了 我儿女想一切做事 我也得让他同意 所以男的确实不错 我喜欢但是低于不行 现在我们男女嘉宾挺自信的 但如果说生活当中 您俩真的走到一个门里去了 那您的孩子他就是不同意 那想尽各种办法的 在那找别扭 你们俩有没有信心把它处理好 这是你家孩子了 不是人家孩子 对 我家我这个姑老爷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妈妈我允许你找 如果要是这个 你对方这个人要是不合你心 你不同意 过了几天不同意 你还可以回到我的家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听起来很痛苦打铃 这不是我姑娘说的 这是我姑娘说的 姑娘说的 对 姑娘说的 对 那咱今天这样啊 假设小红娘闻问 就是你姑娘 姑娘今天有点不懂事了 但是也可能是为了你好 看看出现矛盾之后 你们该怎么样去处理 进入我们爱的剧场 妈呀 这给我急坏了 我听说你找一个熟就她呀 对 你说你找来找去 怎么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呢 妈 我同意你找 你也不能找农村户口 哪好 我家来拖累你怎么办呢 那个女孩啊 你想是你想的 但是我喜欢她 我愿意跟她俩在一起 她有没有户口都无所谓 所以现在量都随便跟她了 再说了 她的老宝也有 虽然是少点呢 我们看着钱花也可以 开心就是宝 不是妈呀 1700和你2600那差老了 相当于一倍 那我不同意 谁知道将垃圾书 能不能靠得住呀 城里还没房 就三件大网房 你就凭着一个人好 人好能当饭吃啊 妈糊涂了 妈不糊涂 将来咋整啊 就是说是这个后早 这个老伴就是说是 如果她的心吧 如果在钱的身上 我的心在钱的身上 我们没法在一起 这个老伴说啥呢 没钱不要紧 咱们慢慢来去赚呗 这是一个 我就问一下啊 问一下叔 你说我当闺女的啊 我挑点理啊 你也别嫌弃啊 咱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 可以 你说你农村室 你姑娘给你买个什么 大额保险 万一将来有什么重大疾病 我跟你讲 我爸我妈可是伺候的 我都觉得我可老心疼了 再有病咋整啊 妈呀 卖房卖地呀 你要卖房卖地治她呀 将来咋整啊 你不给儿女添堵吗 添负担吗 还有大额保险 我问你大额保险不够咋整 你管不 我就问你 就缺十万块钱 你管它不 不关 关 那妈啊 关 那你失心眼了 对 十万块钱你就都管了 对 你要一两万 当女儿都没问题 将来你这十万二十万 很有可能就往里扔了 是 是我亲爸吗 是 不是我亲爸 是 不是我亲爸 你为什么要这么付出呀 但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考虑我的想法了吗 因为我的想法 很多东西儿女是代替不了的 很多事情儿女是做不到的 对 这个对 这个对 叔叔你给我个痛快话吧 我是不太同意你俩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 这一个城里 一个农村 将来我也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也怕将来 我们条件也有限 叔叔 这妈也有一个三长两短的 你说不给我们儿女添堵吗 我妈是被爱情冲魂头 我做女儿不能不冷静啊 你妈不提出这个 两千块钱的做养老吗 这个我可以都给她 我那有中大疾病保险的 我是保个是十五万 那如果再不够呢 再不够呢 由我姑娘付责了 我就不能再充她 她那些还不到够不够的 我不能再占她 你是说存那钱 要给我妈养老用吗 对啊 给她养老 二婚就是这样 你男人有班当 你就给女人有衣服完全吧 就是她都给我了 我也不能都用在我身上 那有啥不能用的 给你也是个保障 但是话又说了 如果她真的有个天灾兵业的吧 你说我是她老伴 还是她的保姆 既然我妈有这个态度 你俩老两口过得好 那我也就放心了 但是无论啥时候 有啥事 都得跟我们双方女儿 就是子女在商量来 那当然了 你也不能把所有负担 都押给我妈 我妈也成熟不起 那妈回头受委屈了 随时到四川 我让你姑爷接你去 有点 有点啊 不去欺负 那我走了嘛 我去买点菜去 好 这她就心里唱原来一起 聚的一起也高兴 我还想问你 你有楼吗 我有个小房 不太大 三十平 我住可以不 可以 我那么想她 楼呢 你是你的楼 我是我的房 这眼神啊 这个咱俩不混 这眼神啊 其他别的咱都可以混 特别钱可以混 怎么楼是楼 房是房是什么意思 这个楼就是将来 你老那家有女孩子享受 我就撤回来 但是我有一点 我想告诉你 因为我多少腿有点毛病 我是小儿马匹 所以说你要不嫌弃我这一点 我其他都挺优秀的 因为啥呢 你是做菜啊 是做饭啊 那现在影响正常生活吗 不影响啊 我骑正车什么都行 不影响 就多少有点不太美观而已 对 你要是注重外表的话 就不好看 要是不看外表的话呢 那我内心也是很美的 这个事会阻碍 你选择我们女嘉宾吗 在我身上好像有点 有一点 刚才我看你问了那么多 人家也没说这个事 你也没看出来 没有 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 不大注意的 我们女嘉宾就是一个 很实在的人 其实刚才演清醒剧的时候 我觉得叔叔已经动心了 其实从阿姨那个 整个的表现来讲的话 是他自己心里所要的 这样的一个老爸 对对对 但是可能就你说这个事之后 可能叔叔还才有去想的 因为我爱人有这场大病 老害怕了 你有病老害怕了 我还说一句 就是说是你想说有病 其实你爱人的身体健康 包括你的健康 所有人的健康 不在自己手里的 都在老爹爷那里头 要你死你活不了 要你活你死不了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拿我这个腿说事的话 那么你今天就不是来相爱 那么你就是找一个 就是冷冷嚼嚼的一个事 我要说明白 但是作为你这个条件来讲 刚才我女儿都说了 对我女儿说了吧 我两千六 你一千多 我不嫌弃你的公子 你嫌弃我这条腿 那么我们有缘 没有分对不 没有缘分对不 她还没有说 您嫌您这个 刚才她已经表达了 好来 先去 我们女儿跟老太太 还是来 没有分对 必须的呀 因为你是你想相亲嘛 在了解了真实的对方之后 二位能做出最理智的选择 来 咱女嘉宾稍作休息一会儿 谢谢 谢谢 老太太还是挺喜欢她的 挺喜欢她的 因为老太太是想找个伙伴 已经有两位女嘉宾约会结束了 这两位女嘉宾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接下来有请二位女嘉宾 同时登场 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天哪 来 咱男嘉宾您面前 今天现在站的是三位女嘉宾 来 我们五号女嘉宾 我为什么下来了 我看出这个男士 相当是一个正能量 而且有责任心家庭 这方面的 是一个确实挺不错的一个男士 还有一个他的事业各方面 我是找出从这方面而下来的 这个五号女嘉宾很勇敢的 特别勇敢 追求爱情 男嘉宾面前三位女嘉宾 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进入爱的考验 来 大明屋上六道问题 男女嘉宾选择其中一道 你最关心的问题来问对方 一 婚后生活费由谁来承担 二 婚后出现意见不合 应该如何解决 三 婚后要控制经济大权吗 四 子女同意再婚吗 五 异地怎么解决 六 再婚后如果有需要 会拿出以前的存款吗 来 我们男嘉宾先选一个问题 问我们女士 六号 六 再婚以后如果有需要 会拿出来你以前的存款吗 能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因为啥呢 一日夫妻百日人 那个我们既然成了夫妻的话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如果你要是得了大病以后呢 假如一旦又是起不来那天 那该拿就得拿呀 因为我们想两人既然走到一块去了 那不是说前提问题 就是谁能帮助谁 谁又帮助谁 希望他们能亲手成功 那我们男嘉宾同样的问题 也得问您自己 就是如果说有需要的话 你会把你之前的存款拿出来吗 会 会的 那就以心换心了 对不对 我想问他几句话 五号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家沈阳的 你多大年了 我今年59岁去村 我现在没有房 我现在住房子呢 对 那你愿意上西风去住吗 如果两个人合得来的 说话各方面的 看事对未来的规划 那方人都能合得来 那我就是 也不算太为难的这件事 男嘉宾你是希望到沈阳来生活 还是女方到你家西风去生活 两头跑 两头跑 那他在沈阳是租房子呀 那可能跟你在一起之后 人就没必要租了 就直接上西风去过去了 行吗 行 行啊 是理想状态 还是勉为其难 行 对啊 那想找事的 是吗 我有这感觉 他想找有状 找在事里面 五号女嘉宾 选一个问题 问我们男士 婚后生活费 由谁来承担 我一切都交给你 你阿妹了 如果你是都把账交了 那我不 我不承担 那我是有点玩耐的 不讲理了 好 来我们一号女嘉宾 选一个问题 问我们男士 你把钱 钱都比来说交给我了 你咋没咋事 你还要控制大权吗 那控制啥呢 我啥权里没有了 本也要拿去了 完全钱也都交你了 我就知道干活了 就那意思 人家花点钱 用不用跟你打个报告 说老公 我今天我想花一个 一百块钱 我想花个一千块钱 我想花个一万块钱 需要跟你打报告不 不要 来 二号女嘉宾 选个问题 第四天 是 子女同意再婚吗 大女儿提过 如果她妈下账之后 可以结婚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 爱的选择心动时刻了 我们面前的两位 上场的女嘉宾 请背对我们 男嘉宾也请转身 这个 我讲到二号呢 我讲到五号呢 男嘉宾是否会转身 天啊 来 在男嘉宾 您面前现在站的是 三位女嘉宾 今天能否牵手成功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 你会把你之前的存款 拿出来吗 会 会的 那就以心换心了 对不对 我想问那几句 更多精彩 竟在稍后爱的选择 我们主宝自开张以来 每十年都会有一次 大型推广品牌活动 关键是 这活动每次都 破例给出超低项 这次我们拿出 两只工艺精美的 金玫瑰手镯 两款男女金项链 还有两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件套 提供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打进电话订购 买到的是 两只金玫瑰手镯 两条男女金项链 两只男女金戒指 还有两只金玫瑰耳钉 足足八件套 强调目前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国际标准 价格一克320元定价的 但是 这是十年才一次的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金价来 八件手势 两颗钻石 真的只要 199圈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为您解答 十年才有这一次 打广告的机会 不打电话 您是肯定买不到 这么便宜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现在就打电话吧 对你们生人有影响吗 那肯定啊 头三天 顾客全都跑到他们店排队去了 咱们店小 那么大的活动 哪搞得起啊 那一直这么下去 你们怎么办 没事 如果一直这么低价 那肯不亏死了 那我跟你说 他们门店活动 今天就结束了 以后啊 只是在电视上做活动了 你好啊 我没听错啊 请这么去啊 大哥 那我担心买的不是真金啊 你该让你们精力出来 给我保持一家吧 好的 请您稍等 各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美醉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所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第一个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抓紧时间 快快来电 你的边界 由你自己掌握 爆发 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中王 肉量足 更好吃 不断突破 更新 更强 健康美味 就是双汇 心动倒计时 三 你给我全都看看 这就算打完了 解气了 你气哭了 完了就拍拍呼儿就完事了 就解气了 这女人也太温柔了 但是我有一点我想告诉你 因为我多少腿有点毛病 我是小儿马皮 所以说你要不嫌弃我这一点 我其他都挺优秀的 因为啥呢 你是做菜呀 是做饭的 那现在影响正常生活吗 不影响啊 我骑正车什么都行 不影响 就多少有点不太美观 对 你要是注重外表的话 就不好看 要是不看外表的话呢 那我内心也是很美的 我看着这个男士 相当是一个正能量 而且有责任心家庭 这方面的 是一个确实挺不错 我现在没有房 我现在住房子呢 我是这么想的 回来两年能够 越输越近呢 以后呢 生活 后半生都乐呵的 那我就把工资把交给你 打工钱我交给你 全都交代了 那我全都交给你 我就是一个主人们挣钱 你要说溜的 我就陪你溜的 你要说有活呢 你就可以干点活 这个事会阻碍 你选择我们女嘉宾吗 在我身上好像有 有一点 刚才我看你问了那么多 人家也没说这个事 你也没看出来 因为我爱人有这场大病 老害怕了 一 请选择 可以 转身 有想法就转身 好 我们男嘉宾可以做出你的选择了 男嘉宾您选好了吗 选好了 选好了 好 好 很遗憾啊 我们男女嘉宾 没有牵手成功 请到台前来 这脑子还是愿意找一个 尝试的人 之前约会的两位女嘉宾 其中有一位为您转身了 您猜是谁 二号 那您为啥没为她转身呢 人有点太老实了 太老实还不行 你看 太老实了 不给你熊扑 你还闹心 你还吃不了这个家 在家不得是老爷们之上吗 你指望你呢 那女的在家也有一方面 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 她的这个自己的经济来源 可能对家里面的投入之初 达不到她的理想的要求 这方面有关系吗 经济方面 心里话大说的 有 有啊 这是她最关键的因素 有啊 是 好 不管怎么样吧 我们希望各自都能够得到自己 希望拥有的那样的爱情 祝你们幸福 好吗 再见 我想找位沈阳的6560之间 女士为伴 台下有享用我的 与电视台联系我 我想找一个 对我好一点的 我别的要求没有 我想找一个有双毛的 不管有没有 都可以到我家去最好 我想找一位 不喝酒 不跳舞 不玩麻将 有担当的男士为伴 我想找一位 爱我能宠我的男人为伴 我想找一个 自同道合的男士为伴 有房子 对我好 有责任心的男士 很遗憾啊 今天咱男女嘉宾没有牵手成功 其实在今天的相亲过程当中 我有一个感受 就是男人也需要女人给他安全感 就像我们两条腿走路一样的 一条腿蹦啊 还是不够稳健 不够长久 那两条腿走路都是康健的 都是能够独立的 才能够让这个小家庭更加的稳当 所以说我们不管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啊 还是要自立 这样的话 才有资本找到 你想要的那样的爱情 那如果说您也期待爱情 期待你美好的 请不吝点赞